在這個十四應規劃裏面 講明的是以人民幣自由使用為基礎 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在這方面其實在香港的商機是非常多的 就是說如果你是有人民幣你是可以自由使用的 其中我是問過一個問題 就是說在人民幣國際化那裏 可不可以在香港將使用人民幣 這個用途是推向資本市場 譬如在我們的股票市場裏面 恆生之數裏面五十隻或者六十隻的股票 都可以有用人民幣報價交易和清算 不是說取代港元 而是給投資者有一個選擇